Hello, 我是奧威尼, 一個申請言論中的 PDE 導師 今集我主要想說 PDE 最近這兩個月 連續改了兩次 Score Guide 的一個比較和分析 首先在拆架之前, 我想很快地講一講 Person PDE 的 Score Guide 有什麼用 Score Guide 其實是讓你認識你的 Score 到底是怎樣解釋 還有可以讓你了解不同的提形, 其實它的評分標準是怎樣 在哪裏可以找到呢?很簡單 在PersonPDE.com 官網裏有一個項目叫 Understand Your Score 在裡面你會看到下面叫 Download Score Guide 你就會找到裡面的評分標準是怎樣的 我都會建議學生去看這個 Score Guide 去了解究 PDE 要求你做什麼 比較長的, 但我都會建議你去看完 但當然, 例如上我課的學生 其實我每一個提形教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講究竟那個評分標準是怎樣的 令到大家可以知道 究竟 PDE 要些什麼, 我們就可以配些什麼給他們 不需要做多, 不需要做少的 2019年, 其實 PDE 的 Score Guide 就是 Versus 12 Versus 12 是2019年的10月份出的 我一直都是了解每個星期 其實我都會上去看一看 我之前都是一直看到, 都一直是 Versus 12 直到前陣子我就發現到有一個新的Version Version就是 April 2020 但它的奇怪之處 在於 April 2020 也是叫做 Versus 12 這個十分奇怪, 大家稍後可以看到 另外, 除了 April 2020 是 Versus 12 之外 它是剛剛今天, 我上多次過網的時候 準備錄製這個影片 我就發現到一個 Versus 13 已經出來了 就是 May 2020 這個我覺得十分奇怪 所以我決定跟大家去拆解一下 和比較一下當中有什麼分別 首先我們看一看這個 2019年10月30日的 Versus 12 和4月2020年的 Versus 12 究竟它的分別在哪裏 我特地為了大家穿上 我亦都升級了我的Adobe 去到這個可以比較檔案的 Prepate File 的一個Version 那我們就去做一做 那麼我們看到那個時間 隨時要一會 因為它可以找到的扁筋都比較多 那麼, 也都再說多一次 那麼這個Score Guide 也都是, 相信除了你年紀經之外 你如果看了之後 對於你怎樣去考這個PDE 你會更加容易掌握的 那麼你會見到這裡 2019年10月30號 和這個2020年的4月16號 我們會見到有兩個Version 那麼你會見到它的變根 好像有百多個 那麼我們先去看看 究竟它的問題出了在哪裏 那麼你會見到 這個就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2019年10月 2020年4月 都是Version 12 這個是第一個奇怪的地方 那麼我們不要管 繼續下去看看 Table of Contents 你會見到紅色的地方 左邊是舊 右邊是新的 有一個Session 就是叫做 How Enabling Skills Squares are Used 這裏是新的那裏完全沒有了 那麼我們看看下去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下面那些東西其實呢 暫時來說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它那個 提形它的評分標準 那麼這些都沒有改 那這裏呢 看看Veter Lecture 那這裏呢 你會見到 它的Prononciation和Fluence 那個評分都是一樣的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其實它只是把中間這裏 放到右邊Column 那我看過那些字眼呢 都是沒有分別的 那which is a good thing 即是沒有分別 只是在排版上有一個更新的 那這裏也是一樣的 那這裏也是一樣的 S double T 也會見到 是Content這一個Session 的分數的Definition 就放在右邊那裏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這些 那這些 沒有變的那些 我就直接飛了 沒有大家的時間 那這裏見到 Prononciation和Fluence 的Definition 都是沒有改變的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沒有改變的 那這裏呢 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Session 就是說 你怎樣去Scan Send你的Score 去這個Government 和Institutions 的 你會見到 之前就說 你可以 Send給多少間 都可以的 那這裏呢 你會見到 它就說 Send給多少間都可以 但是你一次 只可以Send給7個Institutions 的 或者Recipients 那這裏 大家要留意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我在Content那裏有說到 How Enabling Skills was used 這裏是整個Session 沒有了 那這裏見到4 Session 4 Session 4 這裏整個沒有了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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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方面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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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訴大家 不可以用來做入學用 因為它的相差或者差異性會很大 我的見解就是 這一邊新的score card 沒了這個東西 其實意味著兩個可能性 第一 就是enabling skills 這些已經沒有什麼 deviation 即是評分準確在這些session 第二 因為它準確了 所以它不會再限制或者不會再建議學校 不要用這個作為一個修身標準 那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我們除了以前看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和 writing 的四個大分之外 其他的細分是有機會會被這些學術機構或者學校 去影響到或者會 take into account 會考慮這些分數 所以你去考考的時候 未來來說 相信如果你是用來入學的 會是難了 因為它有機會 會看完你的細分究竟是否能夠 那這個就是今次score card 最大的分別 那我們去看看下面那些有什麼分別 那這裡沒有啦 這個scale 那或者是它說一些example 究竟是怎樣去score一些題目 那這些都沒有變的 那所以我想說呢 是今次4月 今年2020年4月 和去年的2019年10月最大的分別 是在於它告訴你 未來來來說 那些學術機構 它們是可以用細分來作為一個修身標準 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 那這個如果你日日要考PDE作為英文考試 來做入學的話呢 那這個你要留意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比較這一個4月的Version 和5月的Version 和5月的Version 那這裡呢 看上去好像很多 九百幾條 但是我們儘管看看 分別是做什麼 那我們看到這些呢 那這裡就很明顯看到 左邊就是Version 12 April 那Version 13 右邊就是May 那我們馬上看看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Content 這次呢 就沒有分別 這次沒有分別 那我們看看下面 OK 那我們大家看到了 就是這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把舊的一個Score Report 接著 然後這次呢 就是update一個新的 食材分分的Score Report 那你會看到下面這裡呢 沒有改變的 也沒有改變的 那最重要就是 每種提形的評分標準 好 那這裡呢 看到紅色那裡 我們看看 OK 那這裡呢 都是一個 叫做排版上面 spacing那裡 有少少不同的 那它的內容呢 都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看到呢 就是Writing Session 的題目 也都是沒有任何 scoring的不同 那 pronunciation 和fluency 都是沒有不同的 那你會看到這裡 那你會看到下面這裡 也沒有了 那你這裡呢 留意一下呢 其實它上次說的那個 How Enabling Skills Squares 是用的 那個Session呢 是新的版本 仍然是沒有的 就是4月版和5月版 都是沒有了 所以呢 是極度可以推斷為 它那個 細分的標準呢 其實它已經是 score得更好 也都告訴學校 你是可以用這些細分 作為你入學基準 或者入學要求的 其中考慮之一 就不會再告訴你 不要用細分的了 細分 將來是會用來 再考慮的了 那這裡會看到少少 就是一些 spacing 的分別 那 Content 都是一樣的 那你看到Example那些 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Version 13 5月版和4月版 最大的分別 純粹應該是 沒錯啦 就是在於 一開始 那個score report 它貼上一個新的樣子 那我想是因為 他們做score guide那邊 那個同事 還有做這個新的 score report 那個要rollout的同事 可能他們的溝通不太多 那搞到這個score guide 4月版出了之後 5月版又要匆匆忙忙 為了改這一頁 又要再出一個Version 13 那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除了四個大分之外 grammar fluency pronunciation speaking vocab 和ridden discourse 未來可能 他們有些學校 都會要求你 不可以低於某一個數 那所以例如說 有些同學仔 他們的spelling 特別低的 或者是 他們的vocab 特別低的 那這些我們就盡量去避免 我們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我們每一個都要做回 某一個水準 就不可以太過低的 某一行 那今次這個呢 就是我把這三個score report compare 比較完之後 得出來的結果 和我的見解 那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score report 那裏呢 有些什麼見解 或者什麼發現 或者有些什麼提問 也都可以在下面的comment 那裏呢 可以留言給我的 那希望幫到大家啦 好 大家加油